哈囉大家好學 那因為今天是我搬家的日子 所以我其實也沒有太多時間可以做影片 那跟你們簡單介紹一下這隻角色吧 那介紹完我又要回去繼續搬了 那利姆路的影片呢 我應該會在明天晚上盡可能的出出來 我是有抽到的 所以我也會做 那就進入正題吧 這個密探蒼蠅呢 我在他出來之前就已經注意到他了 主要是因為他的友情啦 超強分身蛋 我個人對這個友情其實印象還不錯 而且再加上他是一個單下高傷害的友情 這就表示他可以打破一些門檻 那其中一個門檻就是小夜曲 但是小夜曲有一個小問題是說 他的門檻雖然沒有說很高 但是你還是要有一點果實的 如果你完全空果的話呢 是會打破船右邊的這種小怪的 像現在的三角龍 好 因為他沒有弱點的關係 所以呢你還是要給熱友 不然右半邊的會打不穿 你只能打穿左邊的 因為他有左方殺手嘛 好再來就是第三關 你可以看到前兩關基本上用友情就掃過去了 雖然這在轉蛋角應該說 六星的轉蛋角是非常常見的事情 但是在四星角對我來說好像是第一次吧 好那接下來就是繼續撞友情 你看基本上我也不用特別做什麼 你看小怪就全部都被友情弄掉了 也不用刻意去瞄炮台 好這邊呢我注意到右下喔 有一隻這個應該說有一個鏡子 那應該是鏡子吧 反正他要幫王升防了 我們就趕快撞友情把他解決掉 然後連上面那兩隻龍都一起解決了 OK其實這個友情對王輸出也是不錯的 因為現在這個王他在中間也吃得到左方殺手的效果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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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超強分身彈的威力就還蠻不錯的 好那我們這邊繼續撞友情 反正就無腦撞友情就好了 回想當初啊 這關第一天你還要用什麼術神上什麼文章 而且術神還一直怕遍擊之類的 比起術神的表現啊 應該說初日的情況 現在2023年 連四星角的遊戲體驗都可以非常舒服 好那接下來就是第四關 好那第四關呢其實是比較麻煩的 因為我們想要用友情去清掉這個魔法師嘛 但是呢還要一起打軟軟 這個是有一點吃位子的 但是不用害怕喔不用害怕 這個 超絲萬腰斬呢 他還有一個效果是可以增加這個 全場敵人的CD數 那基本上就是演兩回合 OK但是現在好像也沒有要用到的感覺 因為怪就全清了嘛 然後因為這一關第四關 他的球啊 你看像這樣子血量比較厚 所以我們是打不死的 那像其他關啊 球的血量比較少喔 這個SS的追擊啊 是可以直接把這個球給解決掉的 OK 那現在把這個球都清得差不多 王也降防了 我們就可以直接開始打王 好就像這個樣子 好再撞一隻 OK你看輸出其實還是蠻不錯的 這個應該再稍微切一下弱點 可能就可以帶走了 好那剛好弱點在左邊 我們就直接直刷看看 好那可能是因為我沒有加擊 對注意喔 這隊是零加擊的 所以呢 傷害不勝客觀 好沒關係再補個刀 OK輕鬆解決 進入第五關 那第五關呢 其實是蠻惡夢的一關啦 在以前是蠻惡夢的一關 因為這個小怪不好清 但是現在完全沒有這個問題啊 好就像這個樣子 太可怕了 好直接perfect 進入王關 那王關你看我們四分鐘就進王了 其實以四星角艦隊來說 還算蠻快的吧 好那這邊 就先變反射 然後把硬硬解決掉 然後底下的三角龍呢 就用友情帶走就可以了 OK 那這邊呢王就會移上來 然後一樣上面會深球 可以讓王降防 好就像這個樣子 OK那王就降防了 我這邊看了一下呀 4P的位置還不錯 感覺是可以直接刷王的 所以我們這邊就等4P 然後開破SS 看能不能直接把王帶走 我們這邊呢 先稍微消王一點傷害 OK 好 這邊就是 來吧 好刷刷刷 但是 怎麼講呢 我刷歪了 我沒有都刷在弱點上 所以輸出就差了一點 好就像這個樣子 你看上面 就已經可以把這個球給帶走 就是那個追擊 可以就把球帶走了 好那這邊就繼續 直接把王殺死 OK進入王二 那王二跟尾王都是非常舒服的 等一下請務必要看一下 超級舒服 OK那王二呢有4隻三角龍嗎 一樣 撞友情 就解決了 OK就像這個樣子 好有的是球殺的啦 但是分身蛋也殺了大部分 好那接下來降下來的這個龍 也非常好清 就直接撞友情就帶走了 好就像這個樣子 好你看連球都可以順便帶走 那我這邊看了一下 EP的位置還蠻不錯的對吧 所以我們等一下一樣 EP就直接開SS刷板塊 好這邊一樣 對王先打一點輸出 你看 我就算沒有刷板塊輸出 都有一個水準在了 好那我這邊呢就直接刷王 弱點位置不太正確 但是沒有關係就直接刷吧 好這邊 差了一點 但是呢 分身蛋 補刀就直接把王帶走了 OK進入尾王 那尾王呢 在出日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多人的噩夢齁 但是這邊也就完全不用擔心 撞友情就好 好那這邊有兩組小怪嘛 他們會互相復活啦 但是這邊 一個分身蛋就 全部解決了 真的是 還蠻強的 OK那接下來就剩下王了 那王的話呢 我想說就開個SS吧 稍微把王延遲一下 雖然沒什麼必要就是了 直接卡好像是更好 好 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 再一個追擊 把王延遲 OK 好那接下來 王也降防啦 等一下他也會繼續 對 復活他底下那一次 我們就可以直接卡了 好先卡一次 OK 有一點輸出 那王還有CD12啦 非常久 所以應該是不用擔心 活力不夠的問題 好那我們這邊呢 再卡一次 OK就成功帶走了 好非常漂亮 大概這個樣子啦 如果你是一個 沒有角色的新手 那你想打這關的話呢 我是非常推薦的 那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歡迎訂閱 按讚分享 那有問題也可以留言問問 那我是願 大家 拜拜 好 阿神 快點 好